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数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哈喽,我是天天 今天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很高兴再次和你在空中相会了 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呢,就说啊 许多人呢,在进入恋爱之后啊 就变成了一个侦探 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 都有可能因为太过在乎对方而变成侦探 而比较显而易见的举动就是查情 打电话,喂,你现在人在哪里啊 你跟谁在干嘛啊 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并且呢,希望对方可以一五一十的具体报告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部漫画叫做 《名侦探柯南》呢? 就有一个男生跟我分享说 他的女朋友啊,跟他谈恋爱之后啊 就好像变成名侦探柯南一样 任何的事情呢,都没有办法逃过他女朋友的眼睛啊 讲到这里呢,今天的信仰QMA啊 就有一个朋友提出这个问题了 谈恋爱交往的时候,可不可以查看对方的手机呢?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回答? 就让我们来听听江峰老师的分享 当对方要查看我的手机的时候 我应该要给他看吗? 这个题目说实在的 也没有什么一定或者不一定 只要你们两个人讲好就可以了 无论是男女朋友啊 甚至是夫妻之间 父母与儿女之间 我们一定要学习就是彼此尊重 有时候我们太亲近了 反而忽略了彼此尊重 这个信任度的重要性了 在以前的时代呢 一般父母跟儿女之间 常常会认为说 儿女好像是父母的产业一样 所以有时候缺乏一些尊重 甚至夫妻之间呢 有时候看谁比较强势 谁就会管着另外一方 也缺乏一些尊重 可是慢慢慢慢 随着时代的开放 我们就发现 人与人之间呢 不管是谁 这个彼此尊重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否则的话呢 人与人之间 包括是家人当中 常常发生一些摩擦 争吵的根源 常常在乎此 就是好像我没有被尊重 当人与人之间呢 如果关系还疏远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彼此 磕磕气气的 能够尊重一下 但是当我们关系 比较亲近的时候 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表现出 那个自我啊 那个主观啊 或是要掌控对方 或是我们喜欢做头 那我们这种原始的个性呢 就冒出来了 所以当我们还不熟悉的时候 你说谁敢去查看 对方的手机啊 可是关系一亲密了 夫妻之间啊 父母跟儿女之间啊 甚至男女朋友之间啊 就会要求对方 你要听我的 所以就如你所问的问题啊 我们将心比心啊 我们可以问自己 我为什么想查看 对方的手机呢 说得好听 好像是因为我爱你 或者说呢 我要测试测试 你是不是爱我 另外一个人性的弱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缺乏自信心 我们缺乏安全感 我们担心对方 会不会又爱上别人啊 好像现在我们很流行的 就是所谓的劈腿啊 按照我江峰老师 自己的经验呢 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让我能够活出 充满自信的自我 能够活出神的爱 我也满有从神而来的信心 我有盼望 而且我不因着人的眼光 来看我自己 而且透过神的话 也教导我们 一个非常好的原则是说 不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我们也不只是活在 自我的一个框框当中 或者活在惧怕当中 真的这是我自己 实际的经历 靠着耶稣基督 能够活出一个新的我了 愿上帝祝福你 谢谢江峰老师的回答 这个谈恋爱交往当中 互相的尊重啊 真是非常重要的 交往当中 到底能不能够查看 对方的手机 这是需要取得共识的 如果双方呢 没有取得共识 但是我们又一昧的很强势 要查看对方手机 那一定会闹得不欢而散啊 对彼此信任的关系呢 我想会大打折扣 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尊重 但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来想一想 如果今天对方 想要看我们的手机 我们会愿意吗 还是我们会拒绝呢 而我们拒绝的原因是什么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看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啊 有一对年轻人呢 就问辅导专家说 我为什么要把我所有的事都让对方知道呢 辅导专家就说 你当然有权利跟自由 不把你的事情告诉你的另外一半 但是呢 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 为何没有办法向对方坦诚的分享自己的事情呢 那这也会是另外一个 我们需要去面对跟处理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 很希望可以查看对方的手机 或是很排斥被对方查看手机 我想有可能都是 我们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哦 因为呢 真爱呢 就是要坦诚 你要跟另外一半呢 分享你的所有 而且真爱呢 也是不勉强他人的 真爱必定包含着尊重与信任在里面 很盼望我们都能够真爱自己 也能够真爱他人 好 今天的节目聊到这 祝你平安咯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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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